今天晚上就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次值班了 我想露一段小诗篇 声援那些我不认识 却生生扎根在我心里的人 我是一个简简单单 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出生和死亡对于我来说 来得同样平静和珍贵 但我也有我的梦 也有我的理想 也有我的自从 也有我身为人不可剥夺的权利 极权体制之下 没有安全的人 包括极权者本身 也无事不可 处在危险之中 有人今天端坐在主席台上 明天就有可能 浓为了阶下球 一个民营企业家 说死就死了 一个人说不见就不见了 我们中国人是啥啊 像土屋戒一样的生命啊 六百亿美元 说送人 说送人 就送人了 他到底 经过了谁的同意 他经过 人大的同意了吗 他经过 立传书委员长的同意了吗 他经过 国务院的同意了吗 他经过 李克强总理的同意了吗 我不是什么人民 我不要做什么人民 今天 我仅以一个公民的身份 站出来 表达我的意愿 我的心声 六百亿美元 我不同意